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走进雷歌频道 那么现在的时间是2022年4月30号的凌晨五点整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雷歌独报 以下内容均来自路透社 法新社 彭博社 卫星报 真理报 以及世界各大报刊 雷歌在这里奉劝一下那些会口吐芬芳的绝技的网友们 如果您认为我是美狗 那么您就把我拉黑 如果您认为我是鹅狗 请您也把我拉黑 因为雷歌不是美狗 也不是鹅狗 只是想站在一个中立人的角度上 来分享我知道的消息 来分享我看到的新闻 而我也相信没把雷歌拉黑的那些的人 都是想听一听不同消息的人 好了 那么多说无意啊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都有什么消息 还是像往常一样来看看双方的战损情况 首先还是俄罗斯的战损 数据来自乌克兰真理报 当地时间到4月30日 俄军累计损失 两万三千两百名士兵 这个数字和昨天是一样的 证明它没有计算或者是没有计算进去 战斗机是191架 比昨天增加了两架 直升飞机是155架 这个数值也没有变化 坦克装甲车呢 是3449辆 比昨天增加了12辆 无人机呢 是243架 比昨天增加了14架 我们再来看一看乌克兰的战损 这个是俄罗斯国防部 今天在Telegram上面公布的一个数字吧 因为这个俄军的这个数字比较混乱啊 他没有去一个计划 一个计划系统计这个数字 他就是今天这个部队打了什么 明天那个部队打什么 从来就没有统计一下 他们到底是打了多少东西啊 那我现在呢 就给大家念一下吧 据俄军在尼古拉耶夫地区附近啊 摧毁了一组乌克兰的 Touchka U 我们也叫远点导弹发射器 远点啊 远点导弹 这个导弹发射器 俄罗斯空天军 整晚袭击了乌克兰的 112处军事设施 没提到底死了多少人啊 也没有提 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了13架无人机 好了 这就是国防部今天发的消息啊 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这个他的数据也比较乱啊 大家就凑合这听一下吧 好了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来自乌克兰方面的消息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9日在社交平台上贴文表示 我深深的被乌克兰人民的任性和勇气所感动 我要传达给他们的信息很简单 我们不会放弃 联合国会加倍努力拯救生命 减少人类的痛苦 在这场战争中 所有的战争中 付出最大代价的永远都是平民 来看第二条 俄军昨晚轰炸基辅市中心一大楼造成一人死亡 乌克兰媒体报道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是来自乌克兰自由电台的记者 吉里奇 28日稍早前 他还在脸书上发文 称他的父母在俄罗斯的占领区 幸存下来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乌克兰前方的一些实时战报 以下消息是来自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 夜间我们的导弹部队和炮兵击中了俄军11个作战单位 作战指挥部表示 区域内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 俄罗斯军队宣传部正在赫尔松和尼古拉耶夫的俄军占领区做宣传 宣传内容为俄罗斯会善待所有平民 但当地居民并不买账 甚至有大批居民奋起反抗 有当地居民指出 俄罗斯宣传部正在鼓励当地的退伍军人和儿童参加5月9日的俄罗斯胜利日的庆祝活动 但是很可惜没人愿意去 包括儿童 俄罗斯军队在尼古拉耶夫的一个据点 持续遭到炮击 由于害怕乌克兰军队的接近 俄罗斯军队开始向平民开火 并试图攻击乌克兰部队的阵地 接下来是关于马里乌布尔的消息 我知道大家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关心这个位置 其实雷哥也在持续关注 那接下来这一条就是关于马里乌布尔的消息 马里乌布尔持续遭到俄军的围攻 当地时间28日遭遇俄军入侵以来最大一次的空袭 俄军先是出动了7架次的图M22轰炸机 进行了大规模轰炸 之后又出动了苏式战斗机 对亚素钢铁厂周围地区进行了超过50次的空袭 今天乌克兰终于传来了关于马里乌布尔的好消息 29日乌克兰政府将帮助被困在亚素钢铁厂的数百名平民撤离 以上就是来自乌克兰的实时战报 俄罗斯的实时战报 对不起我看不到 俄罗斯也不会公布 那么公布一下俄罗斯可以看得到的消息 以下的消息是来自俄罗斯的卫星报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接受印尼总统的邀请 将于11月赴印度尼西亚参加G20峰会 本周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指出 虽然乌克兰非G20陈员国 他也被邀请并衷心的感谢 但并未表明是否愿意出席 第二条还是来自卫星报 俄军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地区 抓获了一名来自乌克兰国际雇佣军团的士兵 经过审讯该士兵来自英国 官军官表示 这名来自英国的雇佣兵非常幸运的被俄军勤获 否则会像他的战友一样会战死沙场 好了 那么接下来再看一看 有几条非常值得关注的国际方面的消息 一起来快速浏览一下 第一条 瑞典首都斯德格尔摩市当日宣布 市政府已决定将临近俄罗斯大使馆的公园 重新改名为自由乌克兰广场 用以传达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 第二条 英国政府29日宣布 准备调派约8000名士兵赴北欧和东欧 参加数月的演习 还将动用坦克战车 大炮直升机 无人机等装备 第三条 自从乌克兰军事侵犯乌克兰以来 有不少其他国家的公民 因为各种原因加入乌克兰阵营 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但陆续有悲剧传出 29日美国媒体报道 本周有一位美国公民战死沙场 第四条 乌克兰及英国媒体指出 先前加入乌克兰国际雇佣兵 International Legend 一位英国退伍军人 不幸在战场允命 另外还有一名 在乌克兰作战的英国公民失踪 这里我插一句 根据我上面在俄罗斯卫星报 了解到的信息 看来俄罗斯的部队 已经找到了这名失踪的 英国视频 好了各位朋友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所有雷格了解到的消息 也不是所有吧 只是剪出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 说给大家听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雷格频道 让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